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23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是郑州水灾伤亡惨重 最后祸首是谁 我们不能够让那些死去的人不明不白 我们要搞清楚 到底谁有责任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中国反制美国 反制裁美国 欺人和实体 第三个是新政策出台 中概股教培股全线暴跌 我希望今天可以尽量的把它说完,快一点 习近平7月21号做出指示之后 那么中国的上上下下开始动起来 就是针对河南的这个救援行动 基本上叫其抓共管 财政部啊各个部门都开始动起来 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独裁政权的特征,就是反应慢 就是老大要说话,老大不说话,底下人不敢动 对不起 大雨 河南省的大雨 是从7月16到18号开始下 一直下到20号出了事 然后21号才反应 习近平是21号反应过来 为什么会有反应,因为死了人 死了人以后呢这个事就闹大 每次都是这样 那如果不死人的话,他还没反应 所以基本上就这样 这是第1个,第2个 反应 反应起来那动静就很大 去抓共管吧 动静很大呢,当然一方面是政治表态 就是 习近平一发话,底下人就呼应 就抬轿子就这意思啊,上面一说下面一说 哦 回应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跟什么有关,跟动员周期有关 他们动员周期比较长 这是第1个 现在的情况是,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局面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局面 就是各个部门动员起来,开始做这件事情,但是实际上 已经晚了 为什么 水开 就是 已经发生了人命事件 就是人本来不应该死,结果死了 这个我说已经晚了 这是第1,第2 现在呢,宣传部门就开始化妆了 化妆善后,这个时候 这个情况跟去年的水灾 就是长江中下游水灾的情况是一样 就是那个时候也是,领导人不发话 基本上半个月之内没反应 习近平不说话 然后整个的 万马齐鹰 然后那个,等出来说话了,然后这个宣传部,中宣部就开始 开始出来化妆,开始出来善后 那么现在做了几个动作,第1个,大面积的删除,之前 发布的新闻 之前发的新闻 全删掉 包括抖音 包括微博都删掉,跟这个陈述的这个事实的这个 新闻啊表述啊全部都删掉 如果你在海外没有保存 相关的资料的话 那你国内的很多东西就看不到 这是第1个,第2个 重新书写事件 把这件事情重新描述一遍 按照他想要的描述方式去描述一遍 重新描写书写事件 书写有关事实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修改公众的集体记忆 然后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重复 就比如说像去年的这个 武汉肺炎事件 那么 有一句话是不断的重复的 什么 习近平亲自部署 这个话怎么说我忘了 就是不断的重复 重复呢 就是修改 修改公众的集体记忆 然后就 然后强行的置入 他书写的这个 官方的这个模板 就是官方的叙述 这是第2个第3个 再过一段时间这件事情就 不让再说了 所有跟这个事情有关的事情全部 不让出街 不让出街之后再过一到两年 以及就没有再也没有人记得在这件事情当中 枉死的人 这个是中共这个宣传 中宣部就是洗脑洗脑机器的一个 标准套路你看这个 武汉肺炎疫情 现在还有人记得 武汉发生过什么事情 已经没有人记得了 他就是就是这样的 整个的套路就这个套路 每次事件 都是这样 这种 这种 模式 好我们来讲讲 让我们来讲讲这个 第1个这就是现在 发生在河南 发生在郑州 状况就一个这样的状况 那我们来讲讲这个郑州水灾为什么伤亡惨重 核心的问题是两个 第1个 水为什么那么大 第2个 这个 河南气象台连续七个 这个暴雨警告 红色暴雨预警 那么为什么不停工 停工停学停运山停 那么我们就主要是围绕着这两个来讲我们来才能够 才能够搞清楚 谁有责任 那么 郑州市区的水 大水 有两个来源 第1个来源 暴雨 这个当地这个叫什么 这个 应急部应急厅 的描述叫什么叫5000年一遇的暴雨 这是第1个第2个 泄洪 就主要的水来自于两个两个来源一个是暴雨一个是泄洪 那么暴雨产生内涝 那么不会产生洪水 那么除非有巨大的落差那么郑州显然在一个平原上 没有这种落差 可是我们看到郑州市区 有激流显示什么显示水情来自泄洪 这个没有疑问 因为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那我们就看到什么呢郑州市新闻办的微博账号叫郑州发布 郑州发布在7月21号凌晨1点 发了个帖子这个帖子题目叫 郑州长庄水库水位持续下降大坝险轻已初步得到控制 这个帖子题目叫这个 他就说呢他说由于 历史上持续最大强降水 上游来水重大 郑州长庄水库 防汛形势极其严峻 经会商研判 20日上午10点30分 长庄水库开始向下游 泄洪 向下游是哪里 下游就是郑州市区 那么随着降水 和上游来水不断的增多 按照应急预案长庄长庄水库 一红道 输水洞 全开泄洪 什么意思呢 10点半开始泄洪 但是当时呢他只是一部分泄 就是没有全开 没有全开只是开了一部分 或者叫半开或者是多少不知道 但是肯定不是全开 那么随着上游随着这个不断的在下雨 然后上游的水不断的来 那么压力更大压力更大怎么办 那就全开 全开 一直到20号的 8点半 20点30分 水库 水库减容留宿 每秒100立方米 就是水库向外 泄洪的速度是多少 100 每秒钟100立方米 那是非常急的水 那么截止9点 20日21点34分 长庄水库实时水位 130.54米 超过 汛县水位 汛漆 水位 3.05米 那么据当日最高水位已经回落了70厘米 其实他最担心的并不是说 他现在有多高 而是他持续上涨 如果他能够往下涨 往下跌的话 怎么跌都行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截止目前 这个时间是1点钟 21号的凌晨1点 截止目前长庄水库 水位 长庄水库水位持续下降 大坝险情得到初步控制 然后他就说了一堆 中间说了一堆省委书记省长 市委书记市长 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对 习近平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 目前已经知道的两个险情 就是在郑州 在郑州这是水灾当中 有两个地方发生重大的伤亡 一个是在哪 地铁五号线 一个是在 这个叫京广路隧道 京广路北隧道 其实在京广路北隧道 京广北路隧道 这两个产生重大伤亡的这个 事件 从当事人 就是幸存者的描述来看 隧道被淹没 我们先说隧道 隧道被淹没的时间 大概是五点到五点半之间 那就是 20号下午的五点到五点半之间 从水势上涨 就是从刚刚开始有一点积水 但是从开始上涨 一下子上去 总共只有十分钟 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地铁五号线 地铁五号线幸存者描述的情况 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也是在五点钟左右 五点钟左右 它的情况跟这个隧道不一样 五点钟左右上去 上到最高 一直在往上走 五点钟开始一直在往上 直接就上去 上到脖子这 然后呢 到了九点钟左右呢 它开始下降 开始下降 最后 最后到脚科 下降到脚科 这很像什么 这个水势很像 隧道呢 因为它在低洼处 当它在低洼处的时候 水势出不来 进去了以后是出不来的 因为它最低 地势最低 但是地铁不一样 地铁它是冲进去 然后又回去 那基本上可以看出这是 这是泄洪产生的冲浪 冲过去 然后再退却 大概是一个这样 长庄水库 网友给我提供的数据 长庄水库到京广 京广北路隧道口 10公里 整10公里 长庄水库下游 水道非常的狭窄 那么一旦长庄水库这个 一红道 树水供全开的话 它又是高水位 高水位那等于就是洪流直冲社区 直冲 直接冲到这个 你想10公里并不远 对于这个 对洪水来说 那10公里是非常近的 那你现在一出现全开 一出现全开 那就等于是洪水直冲市区 那么所以你可以再看到这个郑州市区 出现了这种湍急的洪水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洩洪 这是暴雨无法产生的洪水 暴雨产生洪水是 你比如说洪水下在这个地方 地势很高的地方 它向那个地势低的地方 攒了一段时间 然后 一下子冲到地势低的地方 它会产生洪水 但是 像郑州这种大平原市区 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而且 你看这个郑州的横拍 华北这个整个的郑州属于华北腹地 一马平川 距离又很近 这个泄洪产生的巨流 吹鼓拉袖 直冲市区 成为市区 这个地铁隧道的杀人工具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一定要总结 我一定要总结这个 那么河南省政府 河南省委省政府 郑州市委市政府 犯了三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因为这三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地铁也好 这个隧道也好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人 那么失去了他们不应该失去的生命 第1个 没有根据规定三庭 既然有规定 那么红色暴雨预警 你就应该是 停工 停学 停运 这三庭 你没有按照规定去三庭 没有按照规定去三庭 是产生 直接产生 伤亡的 直接原因 产生伤亡的直接原因 就是第1个 第2个 泄洪没有通知市民 你要泄洪可以啊 你可以泄洪 没办法 这个没有人会怨你 但是应该通知大家 我们要泄洪了 大家做好准备 而不是你就闭着眼睛把 把这个闸门打开 洪水冲到市区 你是很清楚洪水往市区冲的时候 它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 这是第2个 第3个 救援迟缓 导致大量市民失救 所以呢 我要把这四个人的名字念出来 河南省委书记 楼杨生 河南省长王凯 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郑州市长侯洪 这四个人犯了都市罪 应该对他们进行审判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为什么每次 每次水灾 中国的水库 都要泄洪 而且每次泄洪 损失惨重 要么在城市 要么在农村 农村都 这个农民都 都是哑巴亏 都是吃的哑巴亏 我们来讲讲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水库有两个基本功能 最基本功能 一个是发电 一个是防空 那么水库要蓄水 才能发电 这是所有问题的根本 一旦 那防洪呢 需要排水 因为你要下雨嘛 那就水库要把这个水先排掉 排掉你才能够蓄洪 如果你不排掉的话 你就没办法蓄洪 所以这里面这是一对矛盾 什么矛盾呢 就是说 当你说 我们要下雨了 可能会有洪水 那怎么办 那你要先把水库的水 排掉 那么今天 告诉他的人呢 是无所谓的 不是利益方 就是张嘴就来 要下雨了 排掉 那对于水库这个利益集团来说呢 水库是个利益方 都是投资建的 都是花钱买 投资建设 他是有经营指标的 那如果你把水全排 水是什么 水是钱 为什么 因为你发电要用水 如果把水全排光了 突然天又不下雨了 你不是坑屋吗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他就不那么积极的排水 他得看着 看着雨下不下 你万一没下那么大 我就不排那么多 基本上所有的水库的管理者都是这么 都这么看 结果一个没计算好 这个水还没排完呢 框仓雨下下来 比原来预期的大 那你水一下不就过了紧接线 水过了紧接线就要开始泄洪 为什么每次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原因就是 这些水库的管理者 他不愿意 那么早 那么快 把水库里的水放掉 所有的一切 都基于这个原因 为什么 因为水库他有两个不同的功能 而且这个功能之间呢 是有矛盾的 就是 防洪 和发电 所以 水库就是因为他这对矛盾 所以你总是看到 中国一发大水 水库就泄洪 他娘的水库 水库本来是不应该泄洪 你应该帮我蓄洪 对吧 把这水堵住 但是呢 这水库因为他不愿意放水 他就蓄不了多少水 没蓄了 这个放空的数量不够 雨一下大 就要泄洪了 泄洪把大家全给坑了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这个长庄水库的这个管理者 也跑不掉 也得抓起来好好的审一下 为什么 因为你放了多少 通知你的时候 提前一个星期 河南省气象台已经开始 不断的讲 要有大雨来 你放了多少 你得好好的讲清楚这件事情 所以 水库这种 水库其实是个怪 就是 他一方面发电 他一方面又防洪 但是实际上呢 为了钱 他情愿 情愿干什么 情愿少放一点 这就是所有 你看到 所有的 要泄洪的水库 都应该把那个水库的管理者抓起来 除非 整个水库的容量太超过了他的容量 但是我相信不是这样 这就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水库这种业态 是违反 违反一个基本原则的就是你一件事情不能有矛盾的 不能有矛盾的功能 如果你有矛盾的功能你就把它拆开 所以实际上的现在 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不太用这种水库这种形态 要么就是防洪大坝 我建个大坝防洪 我不发电 你让他又发电又防洪 这件事情做不好 最后就是翻脸 好吧这就是我们第1个主题我们就讲这么多 我们控制今天控制控制一下时间尽量的把我们三个主题都讲完 第2个是中国中国反制美国 反制裁美国 七个人员和实体 中国外交部去23号 宣布 这个 针对 针对这个反制 针对中国美国制裁七名中联办的副主任 根据反外国制裁法制裁 七名美方人员和尸体 那么外交部网站自问自答 问7月16号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 国团卷部发布 香港商业警告财政部外国资产 控制办公室将七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实施金融制裁 中方将采取什么措施 那么 中方 打 美方 然后就是 针对美方错误行径 中方决定采取对等反制 根据反外国制裁法制裁 七个美方人员和尸体 哪七个人呢很搞笑 第一 美前商务部长罗斯 前商务部长罗斯 他制裁的是现任中联办公室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你制裁他前 商务部长罗斯 然后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 USCC主席罗林 巴塞洛 然后是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 CECC前办公室主任乔纳森 斯蒂沃斯 都是钱 然后是美国 国际事务民主协会 金杜宇 这是非政府组织 NGO 然后是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 在港授权代表亚当金 这是这应该是智库 人权观察 中国 中国部主任索菲 理查森 这是NGO 然后民主 然后就是香港民主委员会 这是NGO 然后白宫发言人沙奇7月23号回应中方的制裁行动 他说我们不会被这些行动吓住 我们仍将全面致力于执行美国的所有制裁措施 这些行动是北京惩罚普通公民 企业 和公民社会组织 以传递政治信号的最新例子 并进一步显示中国不断恶化的投资环境 不断上升的政治风险 他讽刺他 说我制裁你官员 你全制裁的是普通公民 企业 和社会组织 你就没有制裁过 你看 从中国开始制裁美方 人员和实体 到目前为止 从来没有制裁过美国政府的官员 没有制裁过一个 这是一个 那么去年7月以来对多名美国官员和组织实施毫无 依据的制裁引发了美国民主 和共和两党的共同反对 两党反对这种针对普世人权和基本自由 捍卫者的行为 这种行为令人愤慨 中国试图恐吓 霸凌国际上受尊重的非政府组织 只是进一步体现了 他的孤立 那么拜登政府最近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行动 包括呢 第一针对香港和新疆 发布对这两个地方的商务警示 第二个针对香港议题制裁七名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 第三个是7月19号美国联合欧盟 北约 和五眼联盟的国家指控中国政府支持对西方国家 网络攻击和黑客行动 这三个一气合成 当然这一系列行动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美国国务卿 副国务卿谢尔曼的访华 那么目前正在亚洲访问的 谢尔曼 7月25号 也就是星期天 会到天津 天津和这个中国外长 王毅举行会谈 这是克里 克里4月份访华之后 这个中美高级官员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会晤 那么中美关系现在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 所以呢 谢尔曼访华其实 备受关注 美国国务院 在宣布谢尔曼的亚洲之行的时候 当时是没有中国 后来是谢尔曼已经出访了以后 才加上去 美国发言人在介绍这个谢尔曼行程的时候指出 他说美中关系的核心是竞争 同时不仅有对抗的因素也有 也将有利 有利益的汇合的因素就是除了对抗还有利益汇合的因素 那么谢尔曼 访华希望通过 访问推进 推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负责任的管理双边的关系 美国将继续 从实力 地位出发与中方对话 中美关系要有护栏 以使竞争不会发展为冲突 那么赵立坚 今天回应 说美方没有资格对中国说教或者指手画脚 没有资格说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 我们在 安克雷奇不吃这一套在天津更不吃这一套 他说这句话是 是给中国媒体做标题用的 中国媒体都用这个做标题 那么美国所谓的竞争合作对抗处理中美关系 实际上是把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 挑动对抗遏制打压中国发展 讲了一堆这样的话 那么从这一系列的外交攻防战来看 看出什么 看出谢尔曼访华非常重要 你想 做这么多的铺垫 中方做铺垫 美方也在做铺垫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访问 应该可以讲谢尔曼这次访华目的只有一个 是为这个布林肯 和王毅或者是这个杨洁篪 会谈做准备 布林肯跟王毅或者是杨洁篪会谈 做什么呢 是为10月份 这个习近平10月底吧10月31号 习近平和拜登 会谈峰会 做准备 应该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这是第1个 第2个 你可以看在这一系列的外交的这个交锋过程当中 中国的 中国的对美政策 非常强硬 仍然非常强硬 没有软化的迹象 这是第2 第3 美国的策略是在所有的领域 保持压力 但是不翻脸 这是拜登政府的基本的策略 就在所有的领域保持压力 然后就是竞争 竞争是什么 竞争是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 改变双方对抗的态势 那么基本上可以这样 所以中美峰会之前的交锋 应该是阶段性的主要目标 就是 拜登和习近平 他们的峰会应该是阶段性的 主要目标 但不是目的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消耗的问题 打击对方 那么现在从目前情况来看 美国国内的政治形态是 开始对拜登政府有些不耐烦了 纽约时报 然后是华尔街日报 都有一些人出来讲 批评 批评拜登政府 光说不练 你说的天花乱坠 没见你 没见你实际行动 然后 光耍嘴皮子 然后共和党在国会也给拜登政府施加压力 那么我觉得呢 我自己认为呢 拜登政府应该会在近期 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 他目的是缓解国内的政治压力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2个主题 第3个主题 新政策出台 中概股教培股全面全线暴跌 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呢 这是个财经话题 因为暴跌的情况很惨重 那么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教培股 7月23号全线暴跌 怎么个跌法 我讲给大家听 高图 教培股 这三个教培股 一个是高图 高图跌了59% 新东方跌58% 好未来跌57% 都基本上跌了60% 然后有道跌36% 贝壳跌21% 36克跌12% 物星科技跌10% 然后美日优先跌9% 叮咚买菜 黄红蓝Boss直聘跌8% 拼多多网易 理想汽车跌5% 阿里巴巴京东小鹏汽车跌4% 哔哩哔哩跌15% 知乎跌11% 滴滴跌19% 这个跌法 那么从这个2月份创出新高的来算 新东方跌掉了87% 好未来跌到90% 高途已经跌到了97% 股价升原来的零头 为什么 消息是什么 消息是 中国对教培行业的监管升级 其实也不叫监管 新政策什么 教育部会推出新的政策 两点 第一点 严禁教培机构资本化运作 严禁他资本化运作基本上就是不能再上市了 这是第1个 第2个 不再审批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机构 而且 现有机构统一登记为非盈利机构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教培产业失去了盈利的基础 非盈利机构嘛 那你挣什么钱 所以 所以 这是 这个消息 路透社报道 这个消息是 首先是教培股先跌 然后带动了中概股的暴跌 那么还有 坏消息其实有很多 6月26号 这个没有人说 但是我可以讲一下 中共中央国务院6月26号发布一个很重要的文件 这个文件叫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其实讲的是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就是 因为之前三孩 一个是三孩 另外一个就是人口普查的结果 其实这个决定呢 这个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 只不过因为我们之前 因为我腰伤 又请假 然后又洪水 没时间讲 这个政策非常重要 我们回手找时间再慢慢谈 他第20条 第20条是这么说 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前面我就不说 他其实这几点都很重要 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 持续提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适当的延长在原时 在原时长 或提供托管服务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有效解决择校热难题 依托学校教育资源 以公益普惠为原则 全面开展 课后文体活动 社会实践项目和托管服务 推动放学时间与父母下半时间衔接 改进校内教学质量和教育评价 将学生参加校 校外培训评次费用等情况 纳入教育督导体系 平衡家庭和学校教育负担 严格规范 校外培训 这三段一读下来 你就知道 基本上 教培行业 没戏了 那么5月31号 中国宣布实施三孩政策 然后同时宣布要 要实施配套措施 配套措施是什么 将降低 家庭教育的开支 然后5月21号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开会 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简称双减 这就是双减政策 这个减轻在校的负担 作业负担 再减轻这个校外培训负担 6月1号 市场监督总局 召开记者会会惩罚 处罚 13家教培机构 顶格罚款 罚了3650万 那么 6月15号 教育部宣布 成立一个新的部门 叫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 专门成立一个部门来监管校外 校培 校培 那么对教培行业开启全面监管的这个序幕 其实不是全面监管 是全面打击 那么 他专门成立一个司 来收拾这个教培行业 所以教培行业的灭顶之灾 就到了 所以实际上 这件事情 不是现在发生的 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了 我相信应该是一个多月前就 6月15号其实 6月15号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不是信号明确的行动 就是要把这个教培 教培行业消灭掉 就这意思 所以 教培这个行业就别碰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专门 专题讲教培行业的灭顶之灾 中共经常干这种事情 一个政策出台消灭一个行业 教培行业其实 其实有三个 当然他讲了很多问题 我们不讨论的问题 问题中共已经讲完 我们讲教培行业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1个作用是什么 第1个作用是满足中国家长的焦虑 解决中国家长的焦虑 为什么 竞争激烈 虽然说这个教培行业有很多的问题 让中国的家长花了很多钱 但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考大学的问题 考大学往前追 是什么 就业的问题 就业再往前追 是什么 是阶层要升的问题 我们一直可以追下去 所以为什么会 教培行业发达的原因是 有一系列的焦虑在后头 中国家长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去 让孩子进行 提高他的竞争力 这是第1个 第2个 这个产业非常的庞大 它涉及到大量的投资和就业 在中国的城市里面 教培的就业规模是非常大的 数以千万计 你把这个行业灭掉 这些人怎么办 这些人的就业就变成灵活就业了 这就是李克强讲的灵活就业 这是第2个 第3个 教培行业其实它是和什么呢 它是和这个学校的教育 和家庭教育中间阶段 这些中间阶段呢 它不仅仅涉及到什么 不仅仅涉及到这个我们讲补课补习的问题 它涉及到很多的发展的问题 它对教培行业这种打击呢其实 我讲的是就是连累了其他的 培训行业 所以 两个字 野蛮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三个主题我们都讲完了 超时了 超时了10分钟 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 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我在这里提醒一下 因为很久没讲过 请大家关注我的推特号跟 跟脸书号 就可以知道我们 因为很多人收不到那个 直播的通知 那我们会在直播之前把这个链接发上去 大家可以通过 脸书跟推特呢 来那个 来参加我们的直播 好吗 鸣谢 谢谢 谢谢 郑州是我老家 感谢王先生 为这次郑州的灾难 真相发生 谢谢 谢谢 打卡韩国 堂伟 谢谢 谢谢 这个厉害的时代已经饥饿成席 谢谢 中国一直标榜他所谓的速度 地铁和隧道建设世界之最 结果一场洪灾 郑州的地铁和隧道成了地下排水管 永远推崇建设速度 结果水泥还没干的江西封城发电厂 垮塌导致73人死亡 一直宣传中国的5G电讯速度 但是到了灾后立马切断网络维稳 难道5G只是拿来学党史和 差多的思想吗 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队 但是灾区需要志愿者去 大坝堵枪眼 总是强调执政治理水平多么高的确一句话 所有教培行业全部死翘 无数人有可能失业 非常 非常准确 我今天讲 我今天跟一个网友聊 跟一个朋友 跟一个朋友聊天 讲那个关于这个 关于中国地铁的问题 基本上 中国的地铁 不仅仅是中国的地铁的问题 中国所有的建设 中国所有的建设 从商场 到鞋子楼 从住宅 到其他的公共设施 他的安全标准 都不合格 大家安全标准都不合格 如果你要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安全标准来衡量的话 中国这些房子要全部盖 中国的整个城市要扒掉重新盖过 因为都不合格 中国的这个快是以什么为前提 是以牺牲质量为前提 牺牲质量是以什么为前提 是以人命为前提 你比如说像郑州这个地铁这种 这种情况 发生这种情况 当然中间 你说有没有办法防止出现这种 当然有 他为什么没有做 他就是没有做 为什么 就是不考虑 人命不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在香港的时候 我曾经采访一个建筑 建筑商 这个专门盖房住的建筑商 他说英国人的标准是什么 英国人的标准就是 10公分 是安全标准 然后他的法律规定是什么 你要搞 30公分 他把标准就定的三个 本来10公分就是安全标准 就是安全的 结果他的规定是什么 你要盖30公分 为什么 就是你偷工减量一半 我还有50%的冗余 冗余 这就是英国人设计的制度 最近有没有看见香港人 塌 香港房子有没有塌过 没有 我在香港没有见过 香港的房子塌过 之前不是有一个新世界他们有两个楼盘 说发现钢筋少了 新世界他们怎么干 你知道吗 这就是香港 英国人留下来的制度 他为了他自己的商与怎么样 他是两个楼盘住宅 他跟他们讲 我这房子呢 我发现 其实那开发商是他自己的公司 他自己公司盖的房子 发现那个钢筋少了 少放钢筋 总之不合格 不合格怎么办 他跟那个 买了房子的人说 这样 我呢 拆了重盖 不搞什么补强 这个补强那个补强 这个不行 这影响我生育怎么办 拆了重盖 你们我赔你 赔我印象中赔了7亿 你们先住在别的地方去 我把它拆了重盖 用几个月的时间重新盖 香港就是这样 中国 中国什么时候能变成香港这样 还远着呢 观点 在特大暴雨预报产生时 水库应提早泄洪 腾出库容量 2 水库应库容将满 泄洪需要提前广播通告 3 防止溃滴绝霸 4 隧道寒洞 应及早禁止通行 以上任何一个环节能够 确实做好 都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还有一个 你是红色暴雨警告 预警的话 你就应该全部都停下来 所有都要停下来 6点钟发出第1次 红色预警 那就应该通知全市 不要上课 不要上学 不要运营 地铁停运 公交停运 整个城市要停下来 没有吗 是不是 鲁迅说 中国人从来不怕灾难 不管多大的灾难 只要是中国人一起倒霉就行 从不深究真相 也不屑于别人去了解真相 灾难过后 庆幸自己躲过 嘲笑别人离去 最后扔下一句混账话 这都是命 很准确 情绪 水库下游汗的汗死 烙的烙死 枯水漆 吸水不放 汛漆高水位 不提前放 最后 迫不得已 一边下雨一边放水 加重水烙 反反复复就而复死 所以中国的水库 造孽 观点 我来说下事情的真相 真相就是国内的水库 要么用作发电 要么用作灌溉 水就是钱 所以早就失去了调节水力的作用 一般泄洪反倒是在大量降雨之前为蓄水 腾空水库 而不是在焊气 而更为残忍的是 有时候雨量一旦超过预期 就直接往穷乡壁壤去引 引的时候也不提早很多时间 因为如果故意引流 需要给村民补偿 甚至还会被抵抗 但是偷摸着牌 只告诉大众是天灾去救灾的话 只要给点泡面和矿泉水 就能让乡民感恩戴德 更有甚者 骗捐发国难财 就像古代的财身隔折 这个时候不要相信政府 不要相信政府捐款 不要捐给所谓的官方 我倒是希望当地民众能组织起来 筹款筹物资 可是以小区 可以是小区 乡镇医院机构为单位 这些话 我墙内是不敢说的 不要捐了 红十字会都烂成那样 还给他捐 捐死他去 我觉得我是不能捐的 要找人呢 就直接找有困难的人 当地人 直接把钱给他 就完了 捐什么捐 不捐 不捐 红十字会 昨天我看见那个谁 我看见那个谁又在那 推那些什么这个那个的 红十字会这个那个的 我是不捐的 观点人祸 城市管理系统水平低下 水已经冲进地铁站台了 还不立刻停运 造成乘客乘坐地铁的乘客生命无辜死亡 这个没有意外 就是说你地铁已经进水了 不说要冲到这个月台 就应该停 而且根本就应该 红色预警就应该停 法律规定的 你为什么不停 我们昨天的 前天的那个地铁的 这个业内讲得很清楚 中间有很多时间 去停下来 很多时间 中间不是 中间不是10分钟 5分钟发生的事情 中间有很长时间 你可以停下来 不停 不停就死人 所以他们 地铁公司 地铁公司的负责人 也是堵制罪 也不能放过的 地铁公司 隧道的云印管理公司 水库 我刚才念的四个是政府部门 这几个直接责任者 全部都要审判 堵制罪 观点 每次发生公共灾难 事前事后 事前事中事后几乎听不到 看不到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提议问责追查 充分表明人大代表或者是政协委员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 这也是国家制度的失败 非常正确 他们根本不代表人民 观点 我是一个水利工程师 参加过河南小浪底 南古洞等河南境内的水利工程 我应该深深的知道他们施工总体状况 在这里我想说一句 河南这次这么大的人为灾难 如果河南人没有把省委书记 郑州市委书记干掉或者摸不着这些这么大的贪官 而干掉低级别的相关官员 那么河南的灾难将一如既往 复旦大学数学系几年之内肯定会好很多 为什么 因为他们出了一个英雄 江文华 说得非常到位 非常到位 他们说这个江文华把他们的那个 那个数学学院的那个书记干掉之后 这个现在的政工干部对这些老师 非常客气 为什么 你再试试 你要不要试一下 就是这个意思 观点 墙内人随便一个老百姓都知道政府给的数字是假的 但是有些人天然很包容 有些人是习以为常 无能为力 有些人是怕自己少数派敢怒不敢言 观点 水库能挣钱 所以把水库盖得很大 输红道没钱赚 所以就不休了 观点 死去的人不会开口 死里逃生的人毕竟少数 也无从判断自己的经历 是不幸还是制度的结果 剩下的则是冷漠的大多处 CCP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加上粉红洗地 再大的悲剧都很快被遗忘 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民族 观点 看王老师的节目经常感觉痛心 我们身边的事情需要在地球的另一边 王老师报道和解说 希望有一天能看到王老师的节目在中国现场直播 好吧 我也希望有这一天 观点 当晚救灾 没有媒体直击现场 能看到的视频还都是求救者发出来 已经说明政府在干什么 政府什么都没干 政府什么都没干 情绪 说舍小家为大家 所以小家都被牺牲掉 说没有国哪有家 家都没了 怎么还谈国 一直都说 做一个螺丝钉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归根到底 国非你国 国非你国 只有把每一个人当作人并尊重 这才是正常的国 问题 有位疑问 深圳 深圳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 黄色预警就自动停工停客 为啥郑州暴雨预警 还要再通知才能停工停客呢 网友答 深圳是台风多发地区 每年都要应对好几次台风极端天际 必然有制度化的相对成熟的措施 非常对 情况 打卡广东 最近这边的小学在统计学生是否会游泳 能游20米以上 这是为啥 观点 请王老师提醒 江浙沿海的民众 务必准备至少一周的饮水和食物 根据台湾气象局烟花台风路径预估 25到28号 四天将滞留在浙江沿岸 至少会降1000毫米的雨量 1000毫米 郑州是多少 郑州好像是200多 加上大潮 和中共政府的低效率 根据多年的观察 极有可能发生大灾难 今天已经是23号了 也请各位收听的 大德能广为 广为传播 散播 功德不量 我们呼吁 浙江江苏沿岸的沿海地区的网友 请大家注意 25号到28号四天 烟花台风会滞留在浙江沿岸 请你们注意 做好准备 做好饮水 食物的准备 包括家里窗户什么的 该贴的贴 该封的封 好吧 而且 请大家转告你身边的人 包括附近 其他的同事朋友 尽量的尽早做好准备 情况 坐标广州 从7月2号开始用了8个月的VPN 突然用不了 后来了解 他的总部在香港 情绪 人民军队不为人民 真是笑话 救援看不到 维稳速度一流 中共的逻辑叫 人民军队忠于党 你听过这个事情 比这个更可笑的逻辑吗 人民军队应该忠于人民啊 他人民军队忠于党 这孙子真的是 对吗 情况 王老师直播一刚说完 不会公布遇难者名单 看完直播一看热搜 已经有了地铁5号遇难者名单 点进去一看 确实有名单 好像土工也在派人观察王舍 然后逆着王舍的说法来做 是为了削弱 王先生的公信力 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我看了一下 我是没看到 因为 今天已经有人在直播一的底下留言 说有名单 我就顺着那个去找 我是没找到 如果他要公布 就应该公布 郑州 在这次 水灾当中 所有遇难者的名单 而不是地铁 而且 这个公布的很奇怪 他没有讲谁公布 他只是说遇难者名单公布 遇难者名单是公布吗 它不是主体 他是兵语 它是被公布的课题 没有主体 所以我是没有看到 如果看到的网友请贴上来 好吗 让我看一下 我是没有看到 如果 他公布的话 最好 那说明舆论压力是有用的 情绪 最近看国内小粉红发文说隧道里的人都跑出 都跑出来了 无人死亡 还配了隧道口有人逃生的视频 竟然很多人相信 去年武汉疫情死那么多人 今年水灾又死那么多人 明年又会发生什么 真是不敢想象 观点 打击教培行业是典型的破坏的已有秩序 迫使从业者由合法 守法变成违法 坏法 本来就脆弱的法律体系濒临崩溃 未来中国将继续扩大 严格立法 普遍违法和选择性执法 又让权力者更加腐败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中国根本没有法 中国根本没有法律体系 不是没有法律 是有法律 中国有法律 你也别违法 为什么 法律对他无效 对你是有效 大家要记住这一点 情况 我家同楼层 几名邻居有一个姐姐家庭小贩桌 简单的说 就是下午放学后帮助把小孩接回来 辅导完成作业并吃晚饭 家长下班后把孩子接回 这就属于灵活就业吧 是的 观点 最近这段时间香港官员的措辞越来越像中共 以前他们不会用勾结外国势力这样的词语 很快的 你会看到香港发生 香港的这种转变 是加速度 为什么 因为香港这些官员 他们本身内部也是在竞争的 竞争什么 中共会让他们互相竞争 谁越走得快 我就用谁 那结果是什么 那就变得很快 情绪 街头发洪水的时候 看不见一个警察 洪水退去 京广隧道口就多了很多临时穿上警服的维稳人员 京广路隧道 口 沿岸全部都是隔五米一个警察 你想想看 水灾来的时候没看见他们 意维稳全出来了 这就是中共干的事 情绪 王舍现在小粉红对郑州洪水事件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 但遇到有质疑新闻或者郑州水灾 郑灾就满嘴跑火车 甚至质疑我们这类自我 思考能力的人 为反贼 反贼就反贼 观点 河南这次洪灾 不知道能唤醒多少河南人不再唱 歌颂感谢他们 网友答 新冠唤醒了多少武汉民众 不可能的 宏毒太深了 情绪 昨天奥运会开幕 各种体育板块 底下的评论尽是挖苦讽刺奚落的评论 有的说开幕式太寒酸 有的说没创意 不必介意 那都是五毛了 可能有一些不是五毛 但是你就把它说成是五毛嘛 为什么跟他讲规矩 我们也不用跟他讲规矩的 好吧 那鸣谢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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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